一輛保時捷車頭嚴重毀損 車門旁血跡斑斑 被撞的機車一片狼藉 滿地都是車殼碎片 安全帽也躺在路中間 一旁還有遠景拿手電筒 調查散落了車牌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強大 這起車禍發生在20號凌晨1點 高雄前進區一觸入口 監視器畫面拍下一輛白車 在轉彎時速度相當快 直直撞向路邊 甚至還有零件噴飛出來 我們聽就是那個煞車的痕跡很長 對 我們聽它是煞很久 它是ㄍㄧㄧㄥ然後就砰 然後咚咚咚咚咚咚這樣子 男子駕車失控撞倒多輛停放機車 已經煞車故障釀貨 這起車禍總共波及路旁12輛機車 無限駕駛在撞擊後 手腳撕裂傷趕緊送往鄰近醫院包紮 酌性並沒有生命危險 結果檢測駕駛並沒有酒駕 至於詳細造勢原因 還有在相關單位釐清